戴著面罩 师傅们忙着焊接零组件 因为体积庞大 还需要靠吊具来移动 清洗后分门别类 铝合金设备送到无成室控制温湿度 与不锈钢区可开来 为在中科后里园区的千副精密厂 从制协业起家 后来转型航太业 再跨足生产半导体显示器设备 如今更成为 美国军火一哥 落马爱国者飞弹控制箱的 最大供应商 来到场区每个访客 都要在手机镜头上 贴上像这样的一个贴纸 而每个员工呢 都要把手机放到 像这样的一个置物箱里面 避免资讯外漏 置物价被戏称为养机厂 每个员工都有专属手机格子 因为和落马签署保密协定 场内戒备森严 爱国者飞弹产线 更适用屏风相隔 不能公开 这些国际厂商到台湾 来找供应链的时候 他会先从这些所谓 我们讲说 已经得到国际认证的这些系统 开始去做搜寻 因为我们在整个 在不管在技术能力 在这个我们讲叫做 这资讯的保全 甚至在其他各方面 都能够得到这个落马的认同 国防军工虽然只贡献千付 两成营收 但毛利率高出平均 百分之十以上 堪称公司金基姆 其他五成来自光电显示器设备 两成替半导体提供薄膜制成 零组件 一成来自航太 包括爱斯摩尔 印材到汉祥 都是他的客户 如今也积极迈向智慧工厂 像是今年最新引进的 这一台自动化智能化设备 一台就要价台币近三千万元 一台就可以减少三分之二的人力成本 打入全球半导体国防 以及航太市场 一路认证过关 这隐形的台湾之光 发展只是刚开始 三一群苏音宽 李孟山台中采访报道